今年国庆假期注定不平凡 建议大家要备好这三样东西 早知道早准备早受益 大家好我是佳哥 还有几天就到一年一度的国庆假期了 到了国庆假期 咱们都会庆祝自己祖国的生日 有部分人会趁着这个假期出去游玩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年的这个国庆假期 与往年的国庆假期有点不一样 大家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说吗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再次口罩复发 受口罩的影响 打乱了大家在国庆假期出行的计划 但是今年的国庆假期里面 建议大家备好这三样东西 早知道早准备早受益 第一样东西就是必不可少的 个人防护用品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新闻上看到 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又再次复发了 现在快到了国庆假期出行的高峰期 就加大了传播的一个风险 所以建议大家在国庆假期出行的高峰期 咱们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用品 而且还要提前追捕好个人防护用品 比如说消毒液口罩 一次性手套等等 第二样东西就是核酸证明 到了每年的国庆假期 有很多人都会出去游玩 或者是走亲访游 不管是你去哪里 到目的地之后都会让你出示核酸证明 有的让你出示48小时的核酸证明 有些地方还让你出示24小时的核酸证明 在这里请大家准备国庆假期 出去游玩的朋友 为了疫情的防控大局着想 一定要把自己的核酸证明提前准备好 第三样东西就是购物清单 为什么会是购物清单呢 很多人在前一天的中休假期的时候 忙于工作或者是其他原因啊 没能回家与家人团聚 很多人呢就不会错过了国庆假期 肯定要回去探亲的 那探亲呢就会带上礼物 那么在这里呢我要提醒大家 咱们要提前给长辈准备好礼物 表达对长辈的一片孝敬之心 咱们呢要提前用纸和笔 把礼物清单呢一一的记下来 到时候我们出发之前呢 拿着这个购物清单去超市里面购买就行了 也不会因为自己到家之后 发现礼品少了一件 显得非常的尴尬 以上这三件用品呢 就是建议大家在今年的国庆假期里面 要准备好的三样东西 那这三样东西呢 你准备好了吗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不但对自己有利 对他人也有利 那这个视频呢就到这里 衷心的祝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国庆假期 本期视频再见